桃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粉丝推荐的泰国恐怖爱情电影《鬼妻》 电影刚开始,女主为阿姨读诗经 正读到高潮的时候,男主唱着歌,划着小船出现 然后女主就跑去约会了 电影刚开始,就撒了一大把狗粮 看着桃哥是好生羡慕 但毕竟女主由阿姨管着 不太方便和男主相守时间太长 正好约定在晚上的庙会相见 因为男主晚上会和新鸡男有一场拳击比赛 到了晚上,每个人都为了在自己喜欢人的面前 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而打扮得很是漂亮 当然,女主也不例外 正到赛点的时候,女主出现 男主一下就把新鸡男打倒在地 大概这就是看到心爱之人的表现吧 众人很是开心,随后两人就坠入了爱河 男主受与女主草芥为信物 第二天就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举办了订婚典礼 而且还是在新鸡男的眼皮底下救恩爱 这新鸡男就不甘心了 因为自己也喜欢女主 所以就找了村里会法术的大师帮忙 然后大师就帮新鸡男提点石油 就是可以让亲爱的女主爱上自己的东西 但是就算弄到石油,老天也不会帮忙 所以新鸡男的石油撒在了女主的朋友小丽身上 新鸡男的喽啰本想让女主的朋友小巧成为自己的老婆 却没想到滴在了公牛的身上 结果那头公牛就一直跟着小兔鲁 小丽也开始对新鸡男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 原谅靠哥在这里不厚道笑 新鸡男因为小丽这么对自己太忧人 于是就让自己的两个小跟班把小丽打发到村林的深处 但是当天晚上,新鸡男回到家后 却看到了吊死在自家房梁上的小丽 新鸡男表示很是赞成 毕竟新鸡男心里住进了心爱的女人 得不到就不会放弃 于是新鸡男又通过小喽啰找到了另外一个会做法的老头 再次向老头索要石油 老头拒绝了喊出了另外一个搜主意 说只要把死去的宝宝的手指做成金手指 使得女主一晚上 女主就会成为新鸡男的女人 新鸡男半信半疑地答应了 画面转到阿姨的房子 听起人讨论女主似乎已经过世了 正在讨论埋葬女主的事情 正在这时 女主突然出现在窗户上 但是哭诉了一会儿后就自己一交尸了 大便是想再看看自己熟悉的人 最后几人决定一起将女主的尸体抬到野外 等到男主回来再举行活葬仪式 而女主过世的消息也被老头给知道 于是大半夜带着新鸡男等人准备去做法 让女主成为新鸡男的女人 这新鸡男也真是没谁了 死人也想娶做老婆 在做法的时候 女主突然出现了 老头本想做法将女主赶走 没想到自己的法术创造了更厉害的女主 从那以后 女主会不定时的出现在自己熟悉的人身边 闹得整个村子人心惶惶的 画面一转 在曼谷的码头 男主当兵准备回家 在路上向船夫讲述了两人的爱情故事 原来在男主和女主订婚后的两个月 女主就有了男主的孩子 但是刚得到这个喜讯 男主就被派去当兵打仗了 为了国家 男主也不得不去 女主见男主很是坚持 只能依依不舍地目送男主离开 日后两人也只能通过书信来练习 但是就在女主临盆的时候 突然男产去世 但男主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依然嘻嘻哈哈地向渔夫讲述了这一切 但渔夫一打听女主的名字 吓得立刻就逃跑了 男主只能自己划着船回家 但是回家后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自己的朋友也变得奇奇怪怪 到了晚上 男主见女主还会回家 就点着没有灯到处查看 影院间听到了女主生产时的声音 回过一会儿 女主突然出现在男主的旁边 男主很是开心 于是就开始帮助女主一起做饭 晚上两人还一起睡觉 不过就算是鬼 也终于露出马脚的时候 在男主准备亲吻女主时 女主突然变了样子 男主被吓得急忙夺门而出 以后又在朋友的叫喊下 男主才得知女主已经去世了 自己看到的也只是女主的鬼魂 男主表示很难接受这一切 这时光头方丈也来劝女主去投胎 女主舍不得男主流下了血泪 女主在离开之前 总会有很多的仇怨 不好好报答他们 怎么可能安心去投胎呢 就在新机男找老头帮忙收服女主的时候 却被女主先下手为强 将老头和新机男的所有跟班都杀死了 就连新机男也被女主当场吓傻 当村民得知女主为自己已经报了仇 决定和男主一起火葬女主和孩子 火葬时 女主抱着孩子出现 两人相拥在一起 本来恩爱的一对夫妻就这样阴阳相割 男主表示自己会出家 此生只娶女主一个人 女主这才放下对男主的爱 离开人世 去到自己该去的地方 好了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